加州回国贾跃亭 万千车骑夜难平 闭门造车不为民 为民还得看物灵啊 这两年随着新能源车的风口的来临啊 十个人呢都想站在风口上 做那只飞起来的猪 然而俗话说的好飞得越高摔得越惨 随着国内新能源车市场的竞争进入淘汰赛的阶段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家新势力倒闭 贾老板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他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传说 但却丝毫阻挡不了车企门的大戏盘了 像什么败腾了 狠齿了 威马了 游侠了 雷丁了 高和等等等等 这些企业或因资金链的断裂 或因产品竞争力不足 或因管理层的问题而最终走向了破产 然而他们到死也没想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这车到底谁给谁造的 你不能光凭PPT跟拍脑门吧 就敢拉投资造汽车呀 你得问问消费者喜不喜欢呢 在国内 要说最贴近消费者的车企是哪个 那真的不好说 毕竟市场上的车企都是各有前求的 可是要说呀 哪个汽车是最懂中国广大消费者的车企 我说呀 是武林汽车 想必没什么车企会反对吧 曾经的武林宏光被称之为一代神车 关于他的段子也层出不穷 比如说秋明山车神 征服西藏妙杀豪车等等 从来没有别的车能够像武林宏光一样自带流量 也没有一款车能够像他一样 能够形成独特的宏光的文化 至今还在被人津津乐道 欲强则强 实力不详 这么一款看着毫不起眼的MPV 为啥会成为一代神车呢 重点就在于 它满足了各阶层消费者的不同的需求 正所谓 伤得了高速 吓得了烂落 做得了孩子 拉的动货物呀 最重要的是呢 它只卖五万 皮实耐操 功能全面 还要啥自行车呢 而这款车的诞生也正应了武林造车的初衷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造什么 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武林为了更好的践行这一原则 他们甚至将选择权交给了用户 你敢想一场汽车的发布会 摒弃了传统的企业 将用户看的形式 直接开成了用户主导的共创大会 在这里没有高大商的明星代言 不要那些晦涩难懂的行业的术语 有的只是三百多位普通用户的真实的体验 二十多万公里的行程的感受 武林收集了关于星光S的 一千二百一十五个体验的问题 一千三百七十二个亮点反馈 从空间的续航到安全性能 从座椅到挡份玻璃 只要你有意见随时提 他们改进 只要你有需求 当面说他们满足 你比如深圳的红女士 作为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能开着一辆未上市的新车 体验通勤和露营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地 你再比如非常在乎油耗的习安危仔 直接开着试驾车 跑了几天通勤 什么早晚高分都体验了 总结就是能耗让人眼前一亮 此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小细节 像什么天窗座椅后备乡了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一句话 只有亲自体验 才知星光无限 而且不光发布会上用户是主角 武林还邀请了这些用户 直达武林的车场 去亲眼见证一辆武林车的诞生 近距离的感受属于人民的硬实力 在中国武林馆 沿着时间的脉络 倾听武林的成长 去精益制造工厂 看无人岛 重新定义 制造实力 这种美差 以前只有专业的车评人 能享受到 但武林要的就是 普通用户的切身的感受 因为只有倾听用户的心声 理解用户的需求 跟用户持续在一起 才能真正做到 人民的产品 由人民来定义